你们俩之间双方的家庭都知识吗 那时候双方家庭不太知识 我爸爸说了 你也不能行走 你这么好的女孩 先个儿低吧 跟着咋的话也会受罪的 就觉得你配不上人家是吧 对 就这个意思 那你家呢 因为我个子小啊 像垫一桶水什么的都垫不动 像挂个衣服也挂不着 我爸就想让我找一个 能够照顾我 能够帮助我的 你就跟我爸说了 我说爸 如果我找一个正常人的话 虽然我在他的面前 我可能比他行动方便一点 但是我跟着人家那一米六 一米七的那些个儿的女人来说 我还是比较低的 跟他们来 比起来我还是心里有一种阴影 我说我找一个的话 还不如找一个 能跟自己情投意合的 说得来的 他不会嫌弃你的 我就跟我爸说了 我说我如果真找一个正常人 他最多能帮我两年 三年 到最后出门的时候 他的朋友啊 他的亲人肯定会嫌弃 在他面前说一些什么话 我也怕有一天 两三年之后 他给我抛弃 所以父母后来就同意了 对 今天娇心阳的父母也来了 来 我们转声有请 来 小新 来 当初是不同意这门亲事的是吧 是不喜欢这儿媳妇吗 喜欢喜欢 那为什么不同意呢 那我想说他不方便 我真得个小姑娘能照顾他 喜欢他说他不怕 说也不怕 我是很幸福说他跟着他 是特别怕这个龙万仙长得漂亮 将来会把他给甩了 是不是 那我都 我心里也没这样想 爸爸是这样想的吗 没有没有 我心里很高 来 金阳说一说龙万仙 做的最感动你的事 我们出去的时候 都他一个人照顾我 走到那就是我老婆 一直在推着我 也是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 也没有去吃过 什么样的好东西 也什么都没有 我老婆也是 陪伴我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从小都是 一个人在家长大的 跟着我奶奶 我爸我妈 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出去了 没有受到家的温暖 在外面演出的时候 在有一个烤羊肉串的 那有一团火 他带我去烤火 还给我买了手套 到烤火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外套托给我了 那时候是 真的是大冬天的 特别冷 我呢也是一个 特别怕冷的一个人 所以我那时候 就被他给感动了 我就答应他 跟他走在一起 今天是谁的心愿 今天是 我们两个共同心愿 那你们俩一起说了 好不好 说出你们的幸福 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带着我老婆 和我的父母去旅游 好 来 请回 想去哪儿旅游啊 想去 山雅旅游 因为 对别人来说是很容易的 对我们来说 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来 我们来听听 五位对你心愿的助力 来 我觉得这个心愿啊 特别好 我们也愿意帮你去实现它 想代表 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 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 提供助力 然后我想提供你 三千元的旅游基金 虽然说这个 这个资金不足够你 带着所有的双方父母去 我想 我希望剩余的那些资金 你自己去 努力地再添加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 双方父母会能感觉到 你更多的诚意 因为还有你的心情汗水 在里面 我觉得可能会更有意义一些 谢谢 我想在小的时候 不一定有人认为 你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漂亮的太太 然后有今天你们能够 过着幸福的小生活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 你一定还能做更多 现在今天你想不到的事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精彩 那我也很希望 我们营朗文化呢 也助力一千元的 这个旅游基金 希望你们能够去到 快乐的地方 加油 谢谢 其实呢 好像命运对你们 是不太公平的 让你们身体有那么多 不方便 可是在感情上面 上天是厚爱你们的 特别幸福 好好珍惜 同时你们这个心愿 我们碎生生薯条 也愿意给你们 给一千元的助力金 让你们能够快点地 实现自己的这个心愿 谢谢 谢谢 这个人生的精彩之处 不在于你如何打好 一手好牌 而在于你如何打好 那一手坏牌 我觉得你们二位啊 知道感恩 生活过得很精彩 这是很宝贵之处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为了让你实现你的梦想呢 愿意助力一千元 让你带着两位老人呢 去旅游去看海 好不好 好 谢谢 祝你们幸福 无论命运给予我们 什么样不一样的人生 但是我相信 每一个人对家人 对父母的爱都是一样的 所以米艷咖啡也愿意助力你 一千元的梦想基金 实现你去海边旅行的心愿 谢谢 好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旅行愉快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